将手机升级到iOS12以上 使用这些功能可以适当避免干扰管理个人生活 首先我们一直提倡在设置当中找到相应的APP 在通知当中关闭掉不需要的推送 而在iOS12当中 遇到某些APP做出不合时宜的推送 乱费时间的推送等等 你可以在推送通知列表中 使用3D Touch正按推送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隐式推送或者关闭 点击设置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常用设置界面 此前我们一直把污染模式当作一个按钮开关 在iOS12当中它拥有一些增强的功能 类似于当初Windows Phone的小NAR 它可以根据你所处的位置帮助你设置污染模式 上滑弹出设置中心 长按小月亮 你可以选择当你离开当前的位置时 污染模式才会被关闭 非常适合需要在特定环境防止打扰的情况 关于污染模式的更多功能在设置当中可以找到 包括设定时间 车载激活等等 最优质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屏幕时间 进入设置找到屏幕时间 你可以看到当下的屏幕使用时间 点击自己的名字或者当下时间可以进入时间报表 屏幕时间可以创建非常详细的每天和每周屏幕使用报告 显示出你使用不同类别的APP的时间汇总 使用每一款APP的时间 拿起手机的频率 以及收到的通知数量 你可以据此判断自己使用某款APP的时长和频率 点击相应的APP 并为此添加限额 在超过一定时限时 手机将自动显示通知 在屏幕时间主界面 你可以设置停用时间 在特定的时间直接远离手机 在应用限额中 你可以选择对不同类别的APP进行时间限制 在始终允许当中 对特定应用进行设置 比如信息 电话 阅读 等等 在内容和隐私访问限制中 可以设置相应的应用或功能 以保护隐私或达到其他目的 比如在隐私中找到通讯录 对于一些应用关闭自己的通讯录 iOS 12正式版对于苹果设备 在9月17号更新 如果你还没有更新 可以点击设置 通用 在软件更新中进行尝试 微信搜索 TopBook 共享1000支高效技能视频 211i3-8104-7204-472-472-473-204-483-5-4104-7604-8154-404-8504-656-463-2104-6505-%6205-5504-266-5506-5504-815-6606-1004-333-8155-6506-5504-6506-5504-7204-5504-255-8504-6505-6504-6506-604-7605-650-8506-5506-6507-1004-6006-5506-6504-6.5506-1-6507-6506-5507-1006-6005-6506-7106-7206-650